這個練習是可以練習左手和右手的配合 然後會練習一些技巧音 然後還有一些博弦的方式 然後基本上就可以一條弦兩個音 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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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練習的重點是每一個音都要結在一起 所以你左手每一個音都要按到最後 按到下一個音出現的時候去交替的動作 交替不只是在單一條弦 甚至連換弦的時候 那個聲音都要接過去 甚至比如說在下面這一條弦然後再回來 全部的聲音都要接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去練習這樣 然後練習的重點是剛開始不能快 絕對要很慢 因為你才會知道說左手的運作方式是怎麼樣 然後用正確的動作慢慢的加速 你才會在快的時候有正確的動作 如果你一開始就很趕的話 那你就會可能會練到錯的動作 然後又彈快 那就是錯的啦 那練幹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要注意剛開始一定要慢慢彈 然後把動作做對 然後開節拍器 maybe可以開節拍器 然後慢慢加速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動作是左右協調的練習 就是你可以把它變成勾音或垂音 所以我現在先用垂音好了 OK 它一樣會遇到就是每一個音 你要讓它做延續的動作 然後要讓它連接到下一個音 所以左手不能其意的放掉 然後甚至連換弦的時候 也是一樣 換下一個音 上一個音才能放掉 OK 要讓甚至連換弦的時候 它那個音都是接在一起的 OK嗎 我們差別 唯一有差別其實就只有右手 變成 彈一下 然後一條弦一下這樣 OK 所以當然這兩個練習你也可以反過來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變成勾音 OK OK 然後重點就是一樣 全部都要把它接在一起 OK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把它做中和的練習 然後中和練習會稍微有趣一點 這以前我也常這樣做 就是我會去找一個東西去練習 然後去穿插 我要左手去垂音勾音 還是要用右手去拨旋 因為在實際的彈奏狀況下 我就是會遇到就是 可能會一下子又要全部都拨旋 可能一下子又會遇到 我左手要一直大量的勾垂音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個狀況是 我不一定會什麼時候拨旋 我不一定會什麼時候用左手勾垂音 所以重點是你要訓練你的左右手 隨時你想要 勾垂音 隨時你想要拨旋的時候 左右手就有辦法互相配合 OK嗎 所以剛開始練習 你可以先自視化一點 就比如說 四拍四拍 然後 呃 拨旋 然後四拍 勾垂音 之類的 然後就同一個速度 然後不要讓它斷掉 所以也許可以這樣子 像我比如說 都是 2 & 3 & 4 & 然後換垂音 1 1 2 2 1 1 2 2 1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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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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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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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吉他上面剛好一條弦 每一個把位也是一條弦兩個音 所以我同樣的東西我可以用五成音接下去練 就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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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會看到我右手去穿插勾垂炎或者是波弦 然後不管你怎麼做就是唯一的練習目標就是左右手要有辦法互相配合 2 2